Hello 大家新的一周早 欢迎回来 我是曹 今天的视频是一期 哈喽小孩羊毛戏 简单来说就是我这次去加拿大 从她那拿了哪些她的哪些彩妆品回来 其实好多东西应该在上一期 她给我化妆的那个视频里面 大家都见过了 但也有一些是当时没出镜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期那支视频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看我妹的那个化妆技术 然后今天的这些东西也是分了两大类 一部分就是她现在直接在用的 然后我直接拿走了 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她觉得 她自己也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买了新的 那我们就我抓去哪个说哪个吧 先从香奈儿这个粉霜开始说起 这要为什么会有两瓶呢 一个是我空瓶了的 这瓶是我让我妹之前帮我买的 然后我这次带去加拿大用 然后把它用的已经空瓶了 但是我这个颜色就是买错了 然后买的是22号 就整个颜色就有点发红 必须用一些提亮东西来 让底妆看起来不那么颜色不对 然后我自己去找她就发现 她也买了一瓶这个粉霜 我比较惊讶的是 因为我妹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油皮 然后她去加拿大冬天就变成了混干 然后她说她也可以用这个粉霜 在最干最冷的时候 然后她这瓶的颜色是12号 然后我用完之后发现 还蛮跟我的肤色还挺合适的 就征求了一下她的同意 她说可以让我先拿回来用 我就先把她这瓶拿走了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分享这个粉霜了 反正她就是目前我秋冬最爱的底妆产品 没有之一 然后也不落里八素再介绍她了 因为之前我的爱用品 还有包括公众号什么都有分享过她 如果你就是想要质地非常滋润保湿 然后妆面又有一定遮瑕力的话 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一关 然后这次我还从她那拿回来两个眼影盘 是这两个 一个是Hoola Beauty的那个九宫格小盘色号 应该是叫做Tobas 然后另外一个是Shadow Tubery的Pillow Talk 因为我今年好像眼影盘自己就买了两盘 而且都是Shadow Tubery的这个四色眼影盘 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Walk of Shame 另外一个是那个叫什么 我忘记了 我到时候打在屏幕下方吧 我买了两盘 因为以我非常短暂的那个化妆经验来说 我好像平时真的很少用大的眼影盘 就是我在我眼睛上可能最多会出现三个颜色 这样小小的这样一盘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先从Hoola Beauty这个开始说吧 我之前也有入过Hoola Beauty他们家一个 这种小的九宫格的眼影盘 然后其实色系跟这个也非常的像 就是有一点点红橘这种调 但是这个不一样是它多了一个黄色 然后多了一个非常深的棕色 然后就让这个眼妆变化比较大 然后我之前入的那盘 它就是没有浅色 没有深色 大部分颜色就是这种有点红红的 然后橘橘的这种颜色 因为我这次去加拿大就什么彩妆都没有带 就包括刷子什么都没有带 然后我刚去加拿大第一天 我就问我妹说 你给我推荐一个你最近比较非常喜欢用的眼盘 我今天要化妆 然后她就给我推荐 她说你用这个吧 这个特别好用 然后我当天化眼影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盘真的很全能 因为它有一个中间这个肉粉色的打底色 然后其实如果你很喜欢眼妆比较亮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黄色来打底 加深色又有这个偏粉一点的橘和正橘色 然后还有深棕色可以做眼窝的加深 还有三个非常细腻的亮片色 所以这一小盘虽然它真的很小 就只有巴掌大吧 但是它挺外能的 唯一有一个我觉得还可以稍改进的地方 就是它三个亮片色都比较深 最浅的这个也是非常金的那种 就是可能打亮眼头来说可能不太适合 其他的话就从颜色质地什么来说 我觉得这盘还真的挑不出什么毛 就是小小的拿出门也很方便 然后日常妆用这些颜色也完全足够了 另外一个是火了非常久的Pillow Talk 当时说是限量色嘛 但后面好像也可以买得到 然后我当时是在Pillow Talk和我买的那盘 我想起来叫Exaggerize 在这两盘里面纠结 然后我妹说她买了Pillow Talk 就是这种粉粉的颜色 然后我就想或许有机会我可以从它那拿到 然后我就买了另外一盘 就买了Exaggerize 当时我还在一个爱用品里面小小吐槽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那盘里面没有打底色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说右上角就是打底色 但是因为可能我比较喜欢用哑光色来打底 然后它最浅色的打底色是有点那种珠光的 那种发亮的 就我涂上就不是很好看 所以那盘我利用率其实不是很高 然后当时我就想要不要再买一盘Pillow Talk的时候 就看到网上它负面评价也蛮多的 也是说里面的颜色就太像了 就整个看上去一盘就是粉粉的 没有那种加深颜色的感觉 但我这次去我妹那儿用了一次 然后就感觉它还挺符合我心意的 首先它这边这两个颜色 虽然颜色差别不是很大 但它至少两个都是哑光色 就是用上面这个打全部眼皮 然后用这个加深 就是加深的话可能层次不是那么明显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浅浅的珠光色 然后很细腻 这个是一个稍微大亮片一点的亮片色 所以这一盘如果你非常喜欢清淡妆容 就是可能不是那种欧美系很浓郁的妆感的话 我觉得你就是会喜欢这一盘 像我今天眼睛上也用的是这一盘 我觉得还是挺日常的 如果想要加深感层次更重眼的话 可以就借随便一盘里面的深色来借用一下 所以这盘如果你是喜欢画那种比较清淡妆容的话 我还觉得挺适合 下面想分享的是两支口红 也都是火了蛮久的颜色 一个是Two Faced 那个江炳仁的Girl 就是女孩的那个 然后当时这个我妹也发了试色 她买了Boy和Girl两个 然后做了试色 就是一个更发橘一点 然后一个更发那种姨妈色 我拿走的这支是Girl 就是更有点像姨妈红的那种颜色 它这个口红管上就写了Matte 然后就是那种非常哑光霧面的质地 所以它就是涂上去还挺干的 但是架不住颜色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特别适合秋冬 我去加拿大那个Vlog里面 第一天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 在车里面那个我就是用的 哎不对不对 当时我用的是Boy Sorry 这个我好像没有上进轨 但是我日常有用过它 然后另外一支是兰蔻的196 然后也是火了非常久的颜色 我现在嘴上涂的就是这一支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那种 橘调的橘咖色吧 因为我真的是这种颜色 口红挺多的 但是还是架不住 觉得这一支真的很经典 然后在上一个我妹给我化妆的Vlog里面 我们是把亚时兰奈的420的唇釉 做整个嘴唇的打底 就打的范围大一些 然后用这个做唇中央的叠加 这样做出来间层也非常的好看 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块腮红 是NARS的 色号是impassioned 它是一个这种 我非常喜欢这种颜色 就有点那种皮粉色吧 灰粉色 所以就是你擦在脸上 不太会容易擦得过于重 它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淡的粉色 所以擦很多也不会有过重的感觉 但是又有那种自然的从皮肤里透出来那种感觉 然后我这次去逛Sephora的时候 其实我朋友又让我帮她买一块腮红给她 然后她肤色是比较暗一点的那种 我就问我妹这块可不可以 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我妹就她就说这种皮粉色的话 可能就要适合偏白一点的皮肤 就会让皮肤看着就是更白里透粉 如果皮肤偏暗的话 可能这个颜色就 就是第一是不显色 第二是可能会让整个人看上去比较暗 所以我就没给她买这块 我就给她买了一个 我们等会要说的一个牌子 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Beauty Blender这个专门洗美妆蛋的灶 然后这个是一个新的还没打开 它就是外面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一个圆的香皂的样子 这个就是消耗品了 就是我每次每天只要化妆前 都会把美妆蛋洗一遍 然后用的就是这个香皂 其实说它真的挺神奇的 我也试过就是用普通的香皂和肥皂洗美妆蛋 但是都没有它洗得干净 而且非常的快速 它就是可能有那种能让粉底液快速溶掉的东西在里面吧 就是一个消耗品 然后它那有个新的我就拿回来了 然后要说一下是这管防晒 这个防晒是斯塔福的 我之前只用过斯塔福他们家 非常大一瓶的干皮用的洁面 但是有没有觉得非常好用 然后这个防晒也不是他在用的 就是他帮他男朋友买的 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去买防晒的时候 然后就想买一个比较便宜的 但是他又认识的牌子 然后他就选了这一罐 但是他男朋友是油皮 然后他这个上面写的是一个那种保湿的 然后敏感肌砖用的 然后那天我在洗手台上发现这个 我说这个谁的 然后他男朋友说是他的 我说这个好像不是很适合油皮 他说是啊姐姐 我用这个真的超级无敌油 然后我就想着是那我干皮可以试一下 试完之后发现它还挺适合我的 然后我就拿走了 它是一个这种按压头的设计 还挺卫生的 然后质地就是这种挤出来 没有什么流动性的乳液质地 把它擦开之后 是有轻微泛白的这种情况出现的 然后我发现这种护理防晒 就是你不能这样来回搓 然后它会越来越白 然后反而是用这种轻拍的方式 把它就是这种轻拍开 然后它这种泛白的现象 就会很快的消失 就是它是有一定的膜感的 然后整个也比较厚重一点 所以我觉得除了干皮 可能混干或者油皮的朋友 可能都不太会喜欢这种感受 泛白的情况它会持续个几分钟 然后慢慢消失掉 然后就可以后续上底妆了 因为我是觉得它真的 第一非常的滋润 而且它是无矿物油 无酒精 然后无添加的 所以就还是挺适合干皮 尤其是干敏皮来用的 在加拿大期间一直到回来 目前我最近都用的是这罐 我感觉秋冬的话还真的挺适合的 下个要说的是贝德马的卸妆水 也是我去给它收着柜子 然后就发现它里面有好多囤货 有一瓶粉色盖子 然后有一瓶绿色盖子 然后还有个旅行装 然后当时我也正在看双11的购物车 然后我就本来想买这个来着 后来我发现它也不用 然后我就问它我可不可以拿走 然后它就同意了 所以双11购物车那两罐我就没有下单 我就先想把这个用完 今年对我来说护肤上有个大的改变 就是我今年开始尝试用卸妆水了 并且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用 便宜又大碗 用起来又不心疼 也没有任何的致敏现象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用卸妆水的时候 手法要比较的轻比较柔一些 然后其它的 因为它也是就是那种王牌老产品了 也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下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套眼部刷 是colourpop 上一个我妹给我化妆的视频里面 眼部的所有彩妆都是用的这套刷子 这套刷子就是我去了之后发现 好像每一个刷子我都还挺能用得到的 它有一个眼部的打底刷 一个眼尾的加深刷 然后一个画下面眼影的加深刷 然后这个小的我一般用来做遮瑕刷 然后有一个眉刷 还有一个大的晕染刷 就是每一个几乎我平时都能用得到 而且刷型我也都还挺喜欢的 colourpop他们家眼印就很有名嘛 因为它就是做的颜色又好看 然后又很便宜 然后刷子好像也不是特别贵的 我感觉这一套它应该不是动物毛 但是它用在眼睛上也很软 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扎的感觉 就感觉性价比应该还是挺高的 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大这样长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便携式的按摩仪 然后用法就是你把它放在肩膀上 然后把手 等一下啊 把手放在这个洞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想按摩的地方 来调解它的高度 如果想按背的话就往下一点 如果想按肩膀和脊椎的话就往上一点 这个是我上次去我妹那儿就发现的一个神器 但上次就是我行李箱有点装不下了 我就没拿走 这次我就直接二话没说 先装在我的箱子里面 它的重量其实还可以 而且这样放的话也还算不占空间不占地方 所以如果长途旅行出门想带的话也是没问题 牌子应该是这个牌子 设计主要就是靠里面的几个按摩球 来给你的肩膀或后背来放松 它是一个充电式的按摩仪 所以平时也不用拖着一根长长的线 然后充满一次可以按三到四次 每次15分钟左右 对于现在人日常都老低头 很少能放松到那个背部嘛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按摩仪 平时在家还挺方便的 而且也比那种大的按摩仪更灵活一些 你可以在沙发上按 然后有时候靠在床上也可以 然后想带到哪都比较方便 所以这次我就把它拿回来了 不过它那儿买比较方便嘛 它可以再去补货 上面这些就是我妹她正在用的 为我拿走的东西 然后下面还有几样是 可能她觉得她也离不开 然后或者就是她平时也必须要有的东西 我就买了新的 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也是一块腮红 是Laura Maciere的 这一块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颜色 叫Ginger 它是一个这种超级可爱的 怎么说啊这种颜色 有点像三文鱼色吗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描述 然后我刚刚说的是 我朋友让我帮她看腮红嘛 然后我就买了Laura Maciere的 另外一个色号叫做Rose 然后这个就有点发橘调 然后黄黄的那种感觉 给我朋友买的Rose的 就是非常正的一个粉粉的那种颜色 它跟我刚刚分享的NARS 有挺像的一点 就是它们两个都是属于 不会刷的很重的那种颜色 非常可爱 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适合秋冬 它就是有一点那种三文鱼 然后有一点偏土土的那种颜色 就是土色系腮红吧 Laura Maciere的这个系列腮红 有三个比较有名的颜色 一个是我买的Ginger 然后另外一个是Chai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朋友买的Rose 其实当时我在Ginger和Chai之间纠结 然后我妹就说一定要买Ginger 就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那种颜色 后来我回想了一下 我有的腮红的颜色 好像大部分都是粉色 然后或者是那个豆沙色的 我也好像真的没有一块 这种颜色系列的腮红 所以我就没有犹豫就买了它 买完之后也真的是用的非常多 最近我又是这块跟刚刚NARS那块的 两个交替来用 就看当天的妆容的颜色来做搭配 粉质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推荐这一块 另外一个我妹她没有让我拿走 我重新买的东西是Kate的 那个双头的眼线笔 这个是一个新的 我还没拆 它就是一个 哦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需要自己安装的 一边是这个眼线页笔的这个头 然后另外一边 需要把这个笔装进去 我看怎么装 好像拧进去 按进去就可以 正好我就把它拿出来用了 另外一边转出来是这个眼线笔 我发现我就真的很容易被我妹洗脑 她就说 她现在非常喜欢用眼线笔画出来的 眼线的那种 非常柔和的 然后有点晕晕的那种感觉 不是眼线页笔画出来的 非常死板的一条 然后我也突然觉得 她说的好像很对的样子 后来我就试着用她的这个笔画了几次 发现眼线笔画出来 确实让整个眼神看起来更温柔了一点 然后我就下单了 我买的这个颜色是BR1 就应该是深棕色的颜色 它好像有5个颜色 我买的是深棕色的颜色 反正它就是很方便嘛 因为二合一你既有眼线液的那一面的头 然后也有眼线笔的这一头 然后就不用拿两根了 最后一个也是我重新买的东西 是这个CeraV的Moisturizing Cream 这个也是 我在她家洗手台上发现有这么大一罐 然后我以为身体乳 然后我就问我妹这是什么东西 我妹说是她男朋友用来擦脸的面霜 这罐一共有539克 然后我妹她男朋友说她用了已经大半年了吧 好像还有三分之二的样子 就真的非常耐用 我们刚去加班那几天 就也是感觉皮肤特别的干燥 然后又有一点点泛红 我就不想用太多那种功效性的产品 然后我就有几天我就试了这个 发现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保湿 它就是一个没有其他功效 就是把保湿基础做得非常好的一罐霜 然后你也可以不只是把它当面霜 它也可以当身体乳 也可以擦身上 然后也可以当手霜 因为它这么大一罐 只要100多块钱人民币 我妹她当时买的时候 她说是没有出带泵头的版本 她必须每次把这个拧开 然后用手挖 然后再用 就是挺不卫生的 后来我去买的时候发现 但它出了这个压泵的款 然后就每次用的时候 就直接压出来就可以 它压出来的质地还蛮厚重的 就是不是特别有流动性的这种面霜的质地 然后你把它推开之后 它就是一个保湿霜的那种感觉 真的这种保湿感 是可以到第二天还存在的那种 而且这么大一罐只要100多 就是还要啥自行车呢 我感觉挺适合一家人一块来用的 或者就是可以买给你的家属 男性家属 就如果需要这种保湿类产品的话 可以给它买一罐 然后你们可以一块用 这么大一罐 真的还挺需要时间把它用完的 这就是这次我去加拿大 从小二那儿拿回来的一些 比较适合我的小玩意儿 夹西大坝东西都有 然后我还挺高兴的 就是没有空手回来 争取明年再去找它的时候 还能有新的收获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拜 是在这个手上吧 它压出来的支 压出来的支 Bak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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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